各位同學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收看我們仲山館院的商業大數據分析頻道 我是EMVA的佐藤南老師 我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資料科技的商館應用 那我們一談到像人工智慧、機器學習這類所謂先進的資料科學技術 那對商學院裡面這些非技術背景的同學來說 他們可以說是又愛又怕又期待又怕受傷害這樣 那一方面我們對像checkGDP這種先進的技術我感到非常的讚嘆 那另外一方面你又怕說他在繼續這樣發展下去 會不會有一天我的飯碗都不見了這樣子 那一方面我們又很想去學這些先進的資料技術 另一方面你會覺得這些技術非常的困難 那技術傷害非常的高 由於我們在商學院裡面大部分的同學都是非工程背景的同學 所以我們這一段影片呢 首先就是要用一個非技術背景的同學都聽得懂的這個方式 來先跟大家解釋一下什麼是人工智慧、機器學習 然後講解一下這些技術對我們這個商館來講呢 它有什麼作用 然後最後的話我們要講說 如果你是一個非技術背景的同學 那你要怎麼樣去學習它、怎麼樣去使用它 其實這些先進的資料科學技術 它在非工程的方面其實最重要的一個應用其實就是商業數據分析 就是說利用這些技術來分析商業大數據 然後用分析的結果來制定商業決策、商業策略這樣 那麼假設你是一個非工程背景、非技術背景的同學 然後你想要進入商業數據分析這個領域 以後想要做這個商業數據分析師的話 那我請你來訂閱一下我們的頻道 你會在這頻道裡面看到一些對你很有用的東西 那麼什麼是人工智慧、什麼是機器學習呢? 其實我們在片頭那四個方塊 基本上就把人工智慧跟機器學習之間的關係呢 把它表現得很好這樣 我們要講人工智慧是什麼 首先我們就要先問智慧是什麼 那智慧是什麼呢? 基本上智慧就是一種可以學習的能力 我們人有智慧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我們的智慧去不斷地學習一些 我們原來不會的事情 但是機器就不一樣了 傳統的機器它設計出來是什麼功能 它就只會那些功能 它並沒有辦法透過學習 去學習一些它本來不會的功能 但是現在機器不一樣了 當我們在機器裡面加入了一些所謂的人工智慧 其實也就是讓這個機器有一個學習的能力 它可以透過觀察外接的環境 透過不斷的收集資料去學習一些它本來不會做的事 所以簡單的說 會學習的這些機器 那就是有智慧的機器 那麼我們放在機器裡面 讓它可以自我學習的這些技術呢 就是所謂的人工智慧 這兩句話呢 一方面說明了什麼是人工智慧 什麼是機器學習 那另一方面呢 它也解釋了人工智慧跟機器學習之間的關係 那麼在對人工智慧機器學習有一個基本的認識之後呢 那我們就可以來看看說 那麼這些技術用在商管領域裡面 它可以有什麼樣的應用 我們之前說過 一個完整的商業分析流程 通常有兩個段落 剛開始我們會用資料來做模型 然後用模型做預測 然後我們會把這些預測 放到真正的商業情境裡面 用市場模擬的方式呢 來幫助我們做策略跟決策 那像大數據人工智慧這些 比較先進的技術呢 那通常就是拿來製作這些 所謂的預測性模型 那因為這一整個流程一開始呢 就會用到這些比較先進的技術 而這些技術的複雜度說實話都比較高 所以對非工程背景的同學來講 他們在學習商業數據分析的時候 就會面對到一個比較大的進入障礙 為了幫助商學院的同學 克服這些進入障礙呢 中山管院這裡 專門為非工程背景的同學 開設了一系列的課程 並且我們把這些課程呢 建立了兩個微學層這樣 這裡面雖然說 預測性模型的技術難度比較高 但是在R語言這種環境下面呢 幾乎這些比較複雜的演算法啦 繁複的程序 其實都已經被套件包覆在裡面這樣 所以在課程裡面我們會大量利用這些套件 讓這些即使是剛剛會寫程式的人呢 也能夠用機器學習啊 人工智慧來製作預測性模型 並且利用這些預測呢 來設定你的商業策略跟決策 那我們的課程跟微學層的網址呢 就在影片的下方 對商業數據分析有興趣 然後你想要做商業分析師的同學 歡迎你點進來看一看